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把寶寶出生所有的次 全部考慮周全 寶寶啊 如果有寶寶 那為什麼張穎到現在都沒大肚子呢 小飛就說啦 你別才和我分開一天就這樣 我會好好珍惜你的 沒有任何明確的回覆 我會去醫院 大 吊 塌 這個東西大家已經很明瞭了吧 有沒有結有沒有懷孕啊 其實從這個訊息裡面 大家的可想而知 張穎當時跟汪小飛要什麼條件 才去墮胎的 據我所知啊 我當時收到爆料的時候 爆料的到處我說 張穎和汪小飛要了 550萬的 公口費 我準備給媽媽買一套房子 和一輛車 汪小飛馬上說 買 那 然後你就說 我自己的我自己買 結果 那個我們的 小飛就說行 對 這個說兩套房打通 就在我房子旁邊 對 後來汪小飛就說 買 老公給買 孝順我 丈母娘 都還沒結婚就 丈母娘 哦 你那個時候的丈母娘是誰啊 是S媽呀 就是當時懷孕的 一個一些 對話哦 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 上面是寫汪小飛 表示說什麼呢 這個視頻 這個這個畫面 是 截至於 張穎穎的手機 你想的也不是成熟 現在如果你堅持要孩子的話 孩子啊 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把寶寶 出生所有的 是 全部 考慮周全 寶寶啊 如果有寶寶 那為什麼 張穎到現在 都沒大肚子呢 小飛就說啦 你別財 和我分開一天就這樣 我會好好珍惜你的 沒有任何 明確的回覆 我會去醫院 打 掉 他 這就是當時 張穎穎發給 我們汪小飛的一個訊息 這個東西 大家已經很明瞭了吧 有沒有結 有沒有懷孕啊 其實 從這個訊息裡面 大家的可想而知 那就是要懷孕呢 那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的張穎 肚子都沒有搭起來呢 張穎當時跟汪小飛 要什麼條件 才去墮胎呢 據我所知啊 我當時收到爆料的時候 爆料就告訴我說 張穎和汪小飛 就要了五百五十萬的 公口費 張穎說了 我準備給媽媽買一套房子 和一輛車 汪小飛馬上說 買 那 張穎就說 我自己的我自己買 上面就PO了一個畫面 然後結果那個 我們的小飛就說行 對 這個說兩套房打通 就在我房子旁邊 對 後來汪小飛就說 買 老公給買 孝順我 丈母娘 都還沒結婚就 丈母娘 你那個時候的丈母娘是誰啊 是S媽呀 張穎穎帶來就很淘氣的跟他說 不想 我嘴邊讓姊姊看看房子 如果他說房子行 我就拿你的卡把貸款還了 結果 汪小飛沒有宣說什麼 他說 那還不想啊 寶寶想怎樣 就怎樣 哇 這甜蜜時數也太高 那還不想啊 我先不想啊 那還不想啊 那還不想啊 我先不想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